全球輿論大動態 近載有報天天讀 大家好 我是邱振海 現在啥也沒事 世界上不發生別的事 就發生了一個疫情 昨天不是跟大家講了嗎 從0到10萬 67天 從10萬到20萬 11天 從20萬到30萬 4天 嚇死人吧 今天再嚇你一下 從30萬到41萬只花了一天 所以未來你就可以說了 這個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可能就有幾萬人 好吧 但是與此同時各國 如果只要國家力量介入 像中國一樣 其實就能夠反敗為勝 這個拐點已經出現了 馬上告訴你 過去就這樣 好 我們節目先首播的時候 是中午12點30分 重播是下午17點30分 那麼就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中國國家部發言人華春瑩宣布 說明天3月26號 20國領袖領袖峰會的四項會議 將舉行 那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也將親自出席 馬上今天的明報 路途社也有相同的報導 所以你看新華社也報導了 所以其實我認為這是一個 我們叫跨國的一個協調的機制 非常好 然後與此同時大家還要注意到 昨天中國國家援手 跟法國國家援手通了一個電話 說中法未來要聯合起來 來主導或者協調這個 20國領袖峰會 所以這一次只是一個 由沙特阿拉伯倡議的 下次可能就是中國和法國了 20國領袖峰會 未來不會一年只開一次了 可能未來幾個月 將會經常舉行 同時與此同時大家注意到 最近的中共交易所 習近平還頻頻跟世界各國 元首通電話 昨天是跟埃及 跟英國 剛才我說跟法國 然後今天跟巴西總統也通電話 要共同商討 一個共同抗議 這裡面除了有技術的問題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戰略的東西 可以在那裡 以後有時間跟大家詳細分享 好 我們換個焦點 在這個框架底下 Financial Times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 Martin Wolf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這次的四季的大流行 全球大流行 它是一個倫理上的挑戰 這個有機會 給大家分享它的觀點 那麼新城廣播電台 還報導說七國集團 七國現在已經老早忘了 就G7 對不對 這個大家老早忘了 現在基本上已經被集團 20國領袖峰會所覆蓋了 但這個七大工業國家 有一個冷戰留下來的 長大40多年的西方集團還在 但他說 目前說要採取必要的措施 恢復市場信心和經濟增長 所以現在此時刻各個國家都在 包括美國啊 昨天股市大漲 反彈 反彈呢 單日反彈的幅度 是超過1933年以來最高 為什麼呢 就是美國的國會要通過 據說還在討論 要通過一個Stimulus Package 就是一個次第措施 但到目前為止 可能我們節目播的時候 錄的時候 中午11點鐘 他們都洗洗睡了 看我們今天晚上 我們睡的時候 他們能不能通過吧 好吧 然後余松市 我們來看一個莫迪 印度 印度現在不是號稱 有13億人口嗎 那麼現在13億人口 全部被鎖起來 所以是莫迪 親自發佈的一個指令 但是同時呢 印度因為貧富不均非常厲害 所以很多人還沒被封起來 或者病還沒把他打死 他的貧困已經把他給摧毀了 南華早報報導說 泰國 我們現在眼光從印度到泰國看看 都在亞洲國家 新道日報報導說 還有Banker Post 曼谷郵報報導說 泰國從周四起緊急狀態 一個月 再看看南非 現在我們還要高度關注 非洲 中東 拉丁美洲 這三個國家 剛才我們的習近平主席 已經跟巴西總統 拉丁美洲已經通了電話了 現在南非確診能數超越埃及 埃及是我們昨天通的電話 所以他的總統說 3月26號起鎖國三個星期 以前我們說閉關鎖國 現在還真的是閉關鎖國了 但是以前閉關鎖國是不對的 現在閉關鎖國 為了防病毒是必須的 然後同時這個東京奧運會 延期舉行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了 昨天那時候 現在這個 那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災難性的時間 對這個東京來說 所以《香港大公報》報導說 這是和平時期的第一例 東京東奧延期一年 火炬傳遞改為火種燈傳遞 火炬之後感到遺憾萬分 好了 與此同事 我們再看看特朗普 特朗普這老兄現在改口 不說中國病毒了 他說武漢病毒 為什麼呢 中國病毒據說是會使 他的這種Asian American 叫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就是在當地的 美國的華人社團 遭到反彈 所以背後可能也是蓬佩奧 他的那些鷹派團隊 給他使的一個招 其實讓他稱中國病毒 也是背後鷹派 讓他不稱也是中國鷹派 然後他現在說武漢Virus 說武漢病毒 這不是一回事嗎 他只不過要把 美國國內的華人社團切割 其實背後還是依然是在 建制中國 建制中國 現在還有歐洲人 歐洲人出來鬧什麼事 本來我們把你們看成是朋友 現在按照《南華早報》的報導說 歐洲的歐盟的一個外交事務專員 說我們現在高度要警惕 中國的一些什麼輿論戰的一些優勢 等等等等 現在咱們的《香港大公報》說話了 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 新冠病毒正在摧毀西方制度的傲慢 這個一語中地 同時《Financial Times》 英國的《金融時報》也報導說 中國正在危機當中 展開它的soft power 展開它的軟實力 所以剛才我都已經跟大家介紹了 我們的國家元首 包括咱們的外長這幾天忙 印度外長等等各個外長 我們都在通電話 一 援助 二 協調 三 未來可能我們就會參與主導 等到中國參與主導的一下 進去以後 等到疫情過後就不出來了 這個時候這個世界的 我們叫Political Landscape 世界的政治版圖 那就悄悄地為止改行了 這個時候咱們就說到這為止了 要不然美國朋友看 咱們節目就開始慌了 看看英國的《Guardian》 《衛報》和《香港新報》報導說 世衛組織說 美國有可能會變成叫做Epic Center 可能會變成疫情的正央 美國現在什麼感染人數 已經超過多少了 超過已經將近5萬了嘛 開玩笑 紐約州感染率是高達5倍 現在從紐約到佛羅里達州 你要隔離40天 所以美國國內也開始閉關了 鎖國 這就是剛才我說的 現在道指升了2000多點 單日升幅是超過1933年以來最高 那麼最主要是潮就是按通過 所以到目前為止 某種程度也印證了我們之前的一個觀點 這是一個信心危機 還不是完全的一個金融危機 但是此時刻我覺得 它到底是信心危機的反彈 還是美國金融市場命懸一線 我認為它是命懸一線 這次可能反彈 如果明天通過了 可能還會再反彈一下 但是只要疫情不斷地在往上走 只要是美國繼續成為疫情的正央或者正宗 只要世界各國在協調過程當中 沒有美國什麼事 現在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國家元首通電話 沒有美國什麼事 我們跟歐洲 日本 韓國 埃及 巴西 都挺好 我們的外長等等 沒有美國什麼事 等到美國 這次在目的地區安全會議上 不是有一個話嗎 叫Westlessness 以後要創造一個字 叫Americanlessness 這個世界當美國缺位的時候 就夠你喝幾乎的了 於是同時 我們再看看 《香港大公報》報道說 警惕聯儲無限QE的危害 到現在它沒啥折了 沒啥折了 只能不斷地放錢 對不對 然後Kutloff 美國的特朗普方面 這兄弟還算可以 比皮特納巴羅稍微好一點 然後特朗普的經濟公文說 美國用冠狀病毒 採取的採定措施 將達到6萬億美元 然後特朗普想要說 他希望在East Holiday 就是在復活節來臨之前 能夠重開美國 復活節剛才我查了一下 讓我們的主人查了一下 大概4月中 所以還有兩個多星期時間 行不行啊 然後特朗普說 因為要應對疫情採取的限制 將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 但目前還沒有證實 他為什麼急急忙忙 又Reopen United States 就要重新開放美國呢 《香港經濟日報》一語中低 經濟重於疫情啊 原來只是因為他的選情的需要 同時特朗普和他的彭斯 還致電華爾街的主要投資者 討論美國經濟 所以啊 我覺得未來一周 未來一周 一 要關注美國這個Epic Center 它的正宗會不會繼續發展 它的死亡人數會不會上市 另外就要看美國的股市 我認為這是兩大關鍵 但是與此同時呢 在這個時候 他還不忘打貿易戰 彭博通訊社和盧透社 很多都有相當的報導 說特朗普政府還討論 將進口關稅的關稅 推遲到三個月以後才承受 然後德國財長還是比較好 他說目前要保護經濟 而不是顯緩 疫情是憤世急俗和前考慮的 他說這是一個虛擬 簡直是開玩笑嘛 他說此時刻大敵當前 要高舉募章 一次對外把病毒殺死 然後才處理別的事 好 現在歐美日PMI 就是經營人採購之處旗械 經營人採購之處是什麼 就是你的製造業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指標 一個風向標 然後七大工業國家 開始集謀對策了 然後歐盟開始暫時撤銷財資的限制 開始抗議的一個彈藥 那麼現在很多人現金為王 無論是企業家等等 現金還是非常重要 英國金融時報說 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然後同時這個行企 這種Airplane Company 這個行企 現在大家沒人坐飛機了嘛 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說了嗎 兩天 兩個月 還是兩年 那麼現在最大問題 最大的行企就是波音了 對不對 波音這個也算是個行企 它倒還是不倒 特朗普說No 我不會讓它倒閉 不倒閉可以拿錢來嘛 然後還有車企 福德等三個車廠呢 改生產 呼吸機 這也不錯 這也不錯 也能夠賺錢 這個年頭只要能賺錢的 這就是好的 但管理問題現在很多人 都待在網上了嘛 在網上買東西啊 在網上上課啊 在網上交流啊 這個按照《華盛頓郵報》的報道說 對在網上的監控 提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本來是美國的反恐 美國的情報機構 都在網上監控了嘛 看那個恐怖組織 現在人人都上網了 這叫多中心等於無中心 美國的情報機關開始叫了 同時叫的還有伊拉利 伊拉利現在有4000個醫護感染 然後西班牙那邊有5000個人 什麼死亡 連什麼溜冰場也做停止場了 然後統計官員說 按照《聯合照報》的報道說 意大利的實際病例 比官方紀錄要多10倍 關鍵問題現在很多人說 意大利其實是歐洲 醫療水平比較高的一個國家 但是為什麼它染病人數這麼多呢 解釋之一 按照《華盛頓郵報》的報道說 意大利的人親情特別厲害 把家庭看得很重 而且四十銅塘 三十銅塘 老住在一個房子裡面 房子裡面不是很大 自然就增加了染病的空間 好了 同時我們再看看 還有其他的事 專家認為現在英國 有可能會感染了一半的英國人 這個話當然我們也 他這麼一說 我們就這麼一聽 那麼現在英國觀念 要造方艙醫院了 下禮拜就要造出一個方艙醫院 能夠收治4000個病人 然後法國 疫情科學委員會說 法國為控制疫情採取的措施 這至少要持續6週 6週就一個半月 我認為歐洲戰場 能不能扭轉 就看這6個月 不要聽Boris Johnson 特朗普那地 哥不靠譜 地也不靠譜 12個星期 昨天我本人說了 12個星期就3個月 你到了6月份 你還控制不住的話 第一 病毒變種 第二 非洲 中東 拉丁美洲 全部開始改來 所以現在多國勸慾 並非強制 封城效果都超過武漢 你看 現在很多的歐美民眾 這是很大的問題 不聽政府的話 還老要追究什麼自由 咱們國家都好 人民日報海外 報道說外交部發言人說 海外通報的安全與健康 無時無刻不牽掛著祖國的心 然後在其他國家呢 我們看到什麼郵輪等等 郵輪肯定是不行的了 飛機也不行的了 老老實實在家待的是最好 紐約市長現在說監獄也不行 那監獄肯定不行 誰願意帶來監獄呢 現在病毒一來 他說那個囚犯可以釋放 但注意喔 是70歲以上的囚犯 可以暫時回家 那麼這個事就很大了 這個你看這麼大的一個 那肯定是要感染了 所以反正就他們是報道說 他說現在全球的監獄 都出現一個大感染到爆發 同時我們再看看 美國和伊朗的關係 《新年報》報道說 美國自在之下陰老的抗議 急需另尋出路 莫斯科 俄羅斯 現在可能跟北朝鮮 現在是感染人數最低的國家之一吧 其實相當成的人數 他是用這個人工識別 來最終來check那些 這個可能隱性有病的人 最後告訴你 現在俄羅斯的總統普京說 我到醫院去看看 但是我得穿上 穿得嚴嚴實實的也挺好 好 後面看看 過去說話 我們繼續往前看 聯合早報和路透社報道說 美方趁中美的首階段 貿易協議農業條款的落實 獲得進展 不是有些事 還在繼續往前走的嗎 那麼路透社報道說 美國最終決定 對中國的木製櫃和玉石櫃 來增高額的一個關稅 新加坡呢 1月份個人破產飆47% 這是香港新報的報道 同時按照《新生電》報道說 美國的航空母艦 有三個水平 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喂 航空母艦 你不是開玩笑 你不是在大海上的嗎 你不是認為全世界 都是你們家的嗎 怎麼在全世界 都是你們家的公海上 還會受感染呢 受感染的現在連這個精英 這個哈佛大學的校長 突赴同告確診 不知道如何受感染的 這也是很大的事 至少書不會感染你 人才會感染你 好 同時我們看《新導日報》 還有一個報道說 服用特朗普的建議藥 美國的一個夫婦 男死女病危 我也不知道特朗普 到底給他們建議的哪種藥 以色列60萬人上網 這個網上抗議 關閉國會 然後聯合早報 還有一個報道說 說這個推特拒絕 刪除中國官方官員的 一些言論和帳號 BBC和《新金報》都有報道說 摩沙比克的卡車集裝箱裡面 發現64具屍體 同時韓國 昨天跟他說 韓國有個叫什麼 網上的隱棍 我只能這樣來說了吧 按照《中國時報》報道說 韓國的一個學霸 變成隱魔 起底失重 這也說韓國和日本 有時候有一些事情 奇奇怪怪的 這我也不想說了 純屬時間不夠 然後後面這件事 咱們有點時間 看看你看 這個 約翰遜 特朗普的弟 的爸爸 這事比較複雜 特朗普的弟弟的爸爸 後面那個事是有血緣關係的 前面沒有血緣關係 挺年輕 你看 挺年輕 這叫少年生子 大概是 然後他準備是陸籍法國 這時候挺好 有欺負必有其子 浪漫 然後 為所欲為 你看那個Boris Johnson 他們差不多也是這樣 最後告訴你 為所欲為是不行的 現在東京奧運就要延期了 鞠躬的鞠躬 然後遺憾的遺憾 流淚的流淚 然後按照快報報道說 We'll keep flame alive 就是火雲 火炬的那個火啊 聖火還在那裡留著 留到最晚2021年的時候 繼續使用 大天世界 嘴巴 散了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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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来我们现在记得很明显了 这边和这边 对不对 然后说西方不亮 后面是东方亮 所以希望都在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好消息连连 第一个好消息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看这篇新报和新闹日报报道说 武汉4月8号以后开始解除封城 你看这个特朗普说 Open United States by Eastern 什么在那个复活节之前 我们比较复活节之前 我们还要早开 所以但是问题呢 风险肯定是有的 因为现在病毒没走 对不对 然后那边还在继续 往低谷再走 我们这边当然要维护经济 要回复正常的生活 所以你看现在 按照香港明报的报道说 确诊病例开始突生 然后呢 金 折 护 乳 这个地方 这个严加防控 那么两高说呢 按照香港明报报道说 不论中外啊 防外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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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 卫生检疫就要开始追责 李克强总理报道说 各地要实质求是 公开透明地发布疫情信息 不得瞒报和漏报 总理发话 同时国务院还说了 按照香港大红报报道说 增国际航运力稳供应链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最近段时间 前一陈先生博士说嘛 咱们都是用这个飞机 在往其他地方运这个 汽车零部件 中国是一个 对全世界负责的国家 然后同时这个新道日报 不是 经济日报和新报报道说 这个北京 船 松 限购 然后七个车企 暴胜市值涨了200亿 疫情重创车市 现在都慢慢开始恢复了 什么房市啊 车市啊等等 这个最主要的嘛 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 中产阶级最主要有车有房 过了这个阵 你要有骑自行车了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说 我们骑车 人家已经开车了 等到我们先开车 人家又骑车了 这叫前现代 现代和后现代 我们处于现代化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有车有房 就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好 先来看看房了 现在这个疫情 一场寒冬啊 按照台湾网报的说法是 大陆近百家房企开始破产 然后路透社中文报道说 中国经济停摆 一到两个月才能收的同比价 一成百分之十 今年收支压力有增无减 中国首记的经济呢 恐破破天荒的缩百分之十一 然后中南山团队研究啊 说莲花清温呢 有可能会抗毒 那么异孔专家还说 无症状感染者已经受管理 不会造成这个传播 同时《新道日报》和《明报》报道说 在香港显然比较危险 并发首周 第一周啊 这个病毒最多 这个量大 而且可以无病症 现在关键问题 香港还有很多 从海外过来的留学生啊 等等啊 海外的港人啊 回到香港 完全不遵守政府的这种 叫什么 14天隔离的措施 该吃吃该喝喝 所以在马路上 地铁上看到这些人 赶紧远离啊 好 最后告诉你 台湾那边也不省心 按照《香港大公报》报道说 台湾传播政治病毒 国大班批 简直就是无耻 《中央时报》 好 台湾那些无耻的事 咱们就少说一点 大陆开心的事 咱们多说一点啊 看看这个《香港新报》报道说 中国全速健亡 快速转用5级 所以我一直说 哪怕是两年跟十年 未来十年是科技革命 高速发展的十年 本来也得转 现在两年倒逼改革 所以两年看上去是坏事吧 如果你倒逼改革的话 对五十年来说 两年只是十年的五分之一 这多好啊 倒逼改革 好 余松是更开心的时候 在后面《香港新报》报道说 解放军的这个 这个舰激东海实战演练 央企总部人员编制 减二 减两层 那么香港现在有一个张举能 这名字挺好的啊 举能 举能 张举能获任命 中院首席的一个法官 好 后面还有一个事 告诉大家 《香港新报》报道说 凡是这个贵州资源湖北的医疗队 可以原价购买茅台 那么这个事呢 是贵州的白酒交易所宣布的说 而且购卖人数是有限的 1443位人员 因为你援助了湖北 所以你可以比市场价便宜500块钱 每人限购6平 好像我算了一下 大概是3000块钱吧 好吧 就这样 赶紧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 我走过去 让我看看美国现在不得了 这个疫情正在火爆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个差不多一天时间 全世界又涨了10万人 对不对 将近10万人 然后美国现在已经将近5万人了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说的 不是有报天天堂说的 说美国有可能会成为 Epic Center 这个世界的疫情的一个镇央 就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我们大家看看 这个左边世卫组织说 美国有可能会成为镇央 然后右边特朗普说 赶紧复工吧 赶紧复工吧 然后专家说 No 不行 疫情会很严峻 然后特朗普说 因为美国人想上班 如果特朗普现在坐在前面 我说不是美国人想上班 因为你想明年1月20号以后 继续到白宫 椭圆形白宫上班 这不是很简单吗 好吧 到了今天 兄弟我点评的时候了 我说疫情正中的美国 金融危机其实命悬一线 首先美国将成为新的正中 真的不是我们说的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 因为跟美国过去 大量的疏忽 松懈 跟美国政府很多的 当然它有机制的原因 但也有领导力的原因 领导无方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这一点 未来几周 尤其是未来一周 要高度关注美国的疫情 第二个 美股现在大涨了 美股大涨到底是信心反弹呢 还是命悬一线呢 我认为目前是信心反弹 但是如果说反弹不好 美国继续成为疫情的正中 然后尤其是信心继续下跌 如果明天通过的 这个资历措施 我觉得这个资历措施 不能给人得到很好的一个迹象的话 信心继续下跌 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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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是弄假成真 再起不来了 所以未来一周是关键 特朗普你如果想 明年1月20号之后 继续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来上班 未来一周 真的好好地把疫情控制住 未来恐怕明年的这时候 真的要回家去了 以后来念读 咱们明天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